其實我的保養就很簡單 因為我皮膚本身比較乾性的膚質 所以保濕對我來講就很重要 那保濕的部分的話 所有的像譬如說保濕化妝水 保濕乳液甚至是晚上睡覺的那種動膜 對我來講都是一定要必備的 然後再加上多吃水果 我覺得也是保養肌膚非常好的方法 那我自己很喜歡吃奇異果 火龍果 櫻桃 然後莓果 藍莓這些對女生的皮膚抗氧化的功能都特別好 我自己如果能走的話我就不會坐著了 然後要有樓梯跟手扶梯我就會走樓梯 就盡量讓自己時時刻刻都處於在一個洞的狀態下 然後我是比較習慣把運動落實在生活上的人 對就是我比較不是跑健身房的 但是平常在家裡面就會做一些核心肌群啊 然後不然就是在家裡面拉拉筋做一些有氧 晚上睡前的保養步驟就是 其實我的步驟就蠻簡單的 當然就是一定要卸妝 就算有沒有上妝都要卸妝 卸完妝之後然後我會上保濕化妝水 然後保濕化妝水上了之後再上乳液 乳液完再上豆膜 就是讓它整個敷在裡面夾住晚上的洗手 就是這樣子而已 新年快樂 新年已經過完了 新年一年大家要往前衝囉 掰掰工作結束了 謝謝